我整支右腳在拍MV的時候 腫得多大 這支有多大 它就有兩倍大 最後一天叫我去台大 我說去台大 他說去血友病中心 然後他說95%應該是 現在其實站都有點站不穩 因為還在貧血當中 真的站都會站不穩 我整支右腳在拍MV的時候 腫得多大 這支有多大 它就有兩倍大 然後整個血不能 而且全部都是黑色 莫名其妙的黑色 我本來是左腳有問題 它後來跑到了右腳 整支像龍盤有沒有 龍柱這樣盤這樣 從大腿開始一直腫到小腿 後來呢當我要住院的時候 我的血已經沒有了 我好像有那種休克型的貧血 然後醫生看了指數說 你必須要住院 因為你只剩下7 可能快到6了 它正常是12以上 我說真的假的 然後後來我就問我先生說 醫生叫我住院 他說那就快住院啊 我就在那一個禮拜 我就真的莫名其妙 就好好的休息一個禮拜 很幸福的 不知道我自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整個就是一直在學 一直都不能停 都不能停 然後一直血小板打什麼的 一個禮拜都查不出原因 後來終於 最後一天叫我去台大 我說台大 他說去血友病中心 然後他說95%應該是 後天的血友病 他是可以治癒的 但是他會在你最累的時候 你的身體已經沒有抗體 他就一直在攻擊你 所以我常常就是 那邊現在已經慢慢好了 可是只要是手關節會痛 他馬上就去攻擊那邊 他跟肌肉有關係 他那個變是會變形喔 他是會變得好奇怪的那種 像我腳都已經變得 不知道是什麼形 然後肌肉擠成一大塊 每天晚上都是那種抽筋醒來 抽筋醒來的 對 這個是大家真的是要注意 現在其實站都有點站不穩 因為還在貧血當中 真的站都會站不穩 其實 趕快抽筋 對 好緊張 我也很緊張 然後我有跟醫生講 他說沒關係有救命針 因為你只要去到 血友病中心那邊 你跟他講說你是一個 就是後天的那個血友病者 他會幫你打那個針 他就會慢慢消 可能要一直延續的去打 對對對